第一五回 杨子荣县里 一个土匪打扮的人 独自一个在密林的雪地上走着 他一呼而哼着银吊 一呼而狂野的宁笑 一呼而骑上马大跑一阵 一呼而又跟在马的后头吹着口哨 一呼而嘴里也不知嘟噜些什么 一呼而又拉着道地的山东腔乱骂一通 一呼而又跑到马前头 让马跟着他跑 一呼而他又蹲在马后头 让马走远了 他再打一声呼哨 那马又转回头朝着他狂奔回来 当马狂奔到他跟前时 他就抚摸着马头 大笑一阵 他几乎一点也不安静 真像一个疯子 也像一个练马的演员 他用在走路上的力气 远没有用在他这一套发疯的行动上多 他只有一件事做得特别仔细而有规律 不论是骑马和步行 不论是狂笑怪骂和瞎嘟噜 他总是每隔五六棵树 就用自己的匕首把树皮削下一小片 而且这一小片都是向着他来的方向 有时一刀削不下来 他一定再补上一刀 一直到削下来露出白茶为止 这人不是别人 就是小分队的杨子荣同志 他离开小分队后每天都是这样生活 他现在已是满脸清灰 头发长长 满脸落腮胡子 看来是叫人可怕 这是他为了全部使自己像个土匪 特别是要使自己像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要使自己的习惯 作风 气派都与那人必笑 他已经做了三天的艰苦的演习 为了去掉他五六年的人民解放军老战士的习惯 他不得不狂练着土匪的习气 镜像一个折磨的人 匕首画脚 晃头甩臂 哼着银吊 嘟噜着暗语黑化 总之 他一心只想着他的任务 我练得欲彻底 完成这一特殊任务欲有保证 正向203首长所指示的 这一次你不是眼具 而是肩负着匪潮覆灭的重担 那么你这个土匪应当的彻底 从现在起你不是杨子荣同志 而是贯匪胡彪 他现在已在向着他的目的地前进 在前进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他一点也没放弃这个可能演习的机会 因为这条路是在微虎山的正南方 400里的距离中没有一个屯落 又和小分队所住的夹皮沟形成对立的两端 一个在微虎山的正北 一个在微虎山的正南 所以十分平静 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 最减少杨子荣麻烦的 还是高波和李鸿逸在黑虾沟故意放走的那个傻大哥 他留下的脚印 给杨子荣当了义务向导 这样杨子荣就减少了辨别方向 寻找路径的大量工作 因此他除了边走边演习之外 就只有一项在树上刻下记好的必须的工作 他骑着许大马棒的那匹马 虽然走得快 可是在这条空旷400里黄花松的密林里 却施展不开他的本领 急行了两天 对这个大林还是深不可测 两天中一个人影也没见到 只有那个傻大哥的脚印 和乱纷纷的兽迹 像蜘蛛网一样绕绊在无边的雪地上 第三天的傍晚 杨子荣不敢再速树洞 因为前两天他曾在一个大树洞里碰上了冬眠的大熊 惹出了一场麻烦 所以他就在雪地上拍雪成砖 筑成了一座四壁的防风雪墙 铺着两张欢皮 塑在里面 杨子荣幽默地称他为雪林白宫 他甜甜地睡了一夜 也许是太累了 直到阳光透入他的白宫 他才醒来 晃了黄膀 伸了伸懒腰 大口地吸了几口白银世界的鲜冷的空气 把草料又倒了半袋 喂上他那唯一的旅伴 自己掏出烟袋 用尽地抽了几口 提起了精神 他向正北一张望 在不远的地方出现画树林 这个林间树类的更换 意味着微虎山快要到了 这是剑波在地图上指给他的特征 现在应当立即向另一个方向差下去 脱离那傻大哥的脚印 以免引起匪徒们猜疑 他立起身来想着 用一双机灵的眼睛环视着四周的树林 好像是在寻查什么有用的东西 他看来看去 突然对这一棵离他有五十米远的小树 发出微微的一笑 也许是他因为这棵小树生长在一个小山包的边缘 或者因为这棵小树的周围没有什么更大的树遮盖他 说不定是因为这小树在人头高处生有一个树叉 他磕了磕小烟袋 弯腰从绑腿里抽出了匕首 便朝那棵小树走去 他在树的北面用锋利的匕首割挖着树皮 一会儿小树皮被挖下香烟盒大小的一块 他又用匕首在这块半寸厚的树皮里面削了又削 刮了又刮 刮得只剩二分后 他又小心地把它堵在原来的位置上 一点也看不出痕迹 他马上又从腰里掏出一块黑石头 割在小树的叉上 他得意的一笑 转身朝着马走来 并且还不住地回头看看 嘴里嘟噜着 位置不错 他收起了马料袋 跨上马 向西北方向走去 走了三十几步远 他再回头看那棵小树 突然从他得意的微笑中 露出一点不安和失色的神情 他勒住了马 嘴里嘟噜一声 妈的 好粗心 假若这几天不下雪 不刮风 我那趟去小树的脚印埋不掉的话 岂不要坏事 他马上镇静地一响 乐回马头 顺着刚才步行的脚印 奔向小树 在有小树跟前向东北绕了一个圈子 转向正北 入了画树林区 又向西北侧马奔去 这样那棵小树上的秘密 就成了他漫长三百多里的马提印一个很规律的组成部分了 没有什么任何特殊的标志和破绽 他通过一带灌木林 进入画树林的深处 在一个小山包的脚下 重新喂上马匹 自己想着 我也需要吃饱一点好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 这一切很可能在今天就要开始 想着 他从饭袋里 掏出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高粱米饭团 也没有生火烤 咔扎咔扎地啃起来 啃两口饭团 再吃两口血团 他一面咀嚼一面想 忽然扑吃一声笑开了 原来他瞅着他这身全套的土匪装束 又联想到多日没洗没刮的脸 心想一定也难看的一塌糊涂 他顺手向脸上一摸 只觉得满脸胡姿像松针一样的刺手 当他摸到脖子上 无意中触到那块约有二寸长的疤痕时 他来回地摸了击下 忽然 笑容消失了 眼中射出了愤怒的火花 原来这疤痕上记载着他永远难忘的仇恨 使他想起了爹娘和小妹妹 是在他十八岁那年上 他家的一条心爱的老牛 跑到恶霸地主杨大头的祖坟上吃了两口青草 杨大头说牛踏破了他祖坟的地气 霸子容的老爹捉了去 灌了一瓢尿浇的西屎 又叫炮手们扼打一顿 老人经不起折磨 就这样活活地被糟蹋死了 子容的妈妈怨气成急 加上长期过度的劳累 结果一病不起 不久就去世了 年轻的杨子容 天天想报仇 可是一来利孤示弱 二来没有机会下手 也只有长期的忍耐着 真是祸不单行 仇还没报 杨子容又遭到差一点致死的残害 是在那年的大年三十那天 杨大头的后宅院湿了火 烧得他焦头烂额 杨大头以为这是杨子容的报复 把这笔纵火杖强赖到杨子容身上 他招来些狗腿子 把杨子容吊在大槐树上独打一顿 脖子上被砍了一菜刀 他昏迷过去了 杨大头为了根除后患 决心害死杨子容 当夜预备把杨子容抬上西南山的岩石上摔死 幸亏好心的长公杨四铁杨子容的青年朋友 偷偷地放跑了他 从此后一直七年漂流在外 杨大头死了 他才回到老家 这时他才知道他的小妹妹被杨大头抓去当丫头 后来又不知把他卖到哪里去了 抗战开始后 这仇恨激励着他参加了八路军 使他对人民解放事业抱着无限的忠心 他拒绝着 想着 他的心已奔向仇人 这仇人的概念 在杨子容的脑子里 已经不是一个洋大头 而是所有压迫 剥削穷苦人的人 他们是旧社会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 这些孽种要在我们手里 革命战士手里 把他们斩尽灭绝 杨子容把双手一搓 双拳紧握 口中喃喃地说着他在入党前一天晚上向连队指导员所表示的终生奋斗的誓言 我杨子容立志 要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近 让他永不发芽 要把阶级压迫的种子灭绝 叫他断子绝孙 说着他那威武的眼睛盯向他周围的森林 他的心和眼一样 再深远细致地考虑他这场即将开始的斗争 他想得出了神 脸口中的咀嚼也停止下来 他想着想着 突然正在吃着草料的马 一阵乱声嘶叫 接着便是乱跑呱踢 从他的神情慌乱中看出了无限的惊恐 杨子容站起来 向马京式的方向望去 望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 画树林依然寂静无声 他回头再看看马 他已是全身陡颤 气喘吁吁 两只恐怖的眼睛直望着西北方丛林 频频地回头望着杨子容 好像求救似的 杨子容已敏感到必有名堂 心中一阵忐忑 扔掉了手中的饭团和血团 抄起了步枪 走进马跟前 马急忙向他身后一贴 好像在让他挡住什么凶恶的敌人一样 杨子容又张望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什么 他转过身抚摸马头 向他安慰道 别害怕 什么也没有 我来保护你 快吃吧 吃饱了好完成咱们的任务 说着他紧了紧拴在树上的缰绳 防止被他挣脱 然后他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 紧握着枪 又抽出锋利的匕首 继续向周围了望探索 这时马又一次的惊恐嘶叫起来 拼命地挣了两下缰绳 但没有挣脱 接着他四腿弯弯 抖颤得站立不住了 看看就要绝望地倒下去 杨子容一阵惊奇 口中嘟噜道 妈的 什么东西 这么大的威风 把匹活龙鞠都给吓滩了 他还没来得及回头 突然一声俱吼 灌木丛中扑出一只大个的东北虎 张着丽牙 竖着尾巴 一冲一冲地向马扑来 虎尾扫击着灌木丛 刷刷乱响 震得血粉似箭 马被吓得不跑也不踢了 垂着头两眼死盯着扑来的恶敌 从鼻子里发出低沉的哀鸣 杨子容还是头一次看到活老虎 离得又这么近 又是来吃他的马 这突然来得惊恐 使他气喘不安 心砰砰地乱跳 手中的枪也随着他的心有些陡颤 虎一冲一冲地向马扑过去 离得已经很近了 得赶快下手 这匹马不仅是我的快腿 主要是我的身份证 失了他就等于失掉了身份证 想着他用力地把身体贴紧树干 把匕首用力向树上一插 把枪架在匕首上 克服了枪身的抖动 他压住了紧张的呼吸 从虎的侧面 瞄准了虎头 他满有把握的一扣扳机 遭急了 一颗臭子儿 没打响 老虎一点也没察觉 继续向马扑去 只有三十多不远了 杨紫荣经了一身冷汗 刷得一声抽出大肚匣子 像虎划得一缩子 老虎只是一惊 在地上打了个滚 显然又没打着 他爬起来 向枪响触猛吼了两声 当他发现了树背后的杨紫荣 便来了一阵凶狂的示威 吼声震得在全山回响 尾巴像条巨大的鞭子 打得地下雪尘四阳 杨紫荣趁着他示威的这一刹那 用步枪再射一枪 好极了 这一枪总算打响了 可是没打着老虎 子弹再离他三四步的距离着地 他赶忙又推弹上膛 向着扑过来的猛虎又是一枪 可是又没打着 老虎连蹦两个高 显得更凶恶 向杨紫荣直扑过来 打虎步中 翻背伤人 妈的几枪没打准了 杨紫荣全身绷紧的像石头 再来他一枪 欲尽欲有把握 沉着 沉着 他一面紧张呼吸 一面盯着这个扑过来的恶敌 只离十步距离了 老虎把前找向地下一按 准备他最后的一扑 好机会 杨紫荣当的一枪 打中了老虎的一只前腿 这一扑他没有扑到应有的距离 可是离杨紫荣只有三四步远 老虎一声狂吼 直立两只后腿 张开血盆式的大嘴 迎面扑向杨紫荣 杨紫荣就在这一瞬间 枪口对准了虎嘴 当的一枪 枪弹通过口腔 从脑盖骨穿过 老虎扑握在雪地上 只有一条尾巴乱绞了一阵 死去了 杨紫荣上前两步 用脚踩着虎背 蹬了两蹬 死老虎已全身松软 他自己也和老虎一样 全身松软 四肢一点力气也没有 一屁股坐在雪地上 爬也爬不起来 腿和手抖颤得更加厉害 他一仰身躺在雪地上 想恢复一下过度的紧张 他偏过头去 看了看那匹受惊如瘫的马 此刻已十分平静了 再安闲地吃着草料 杨紫荣一阵轻松地喜悦 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得意地自言自语道 有意思 要去微虎山 半路上又过了个景阳港 但他又想 这个虎怎么处理呢 送回小分队吗 已是不可能的事 带到微虎山去吗 这只大虎又太笨了 我这次虽是去县礼的 可是所有礼物的一分一毫也不能为匪徒所得 我给予他们的只是他们的覆灭 怎么办呢 只有埋起来 深深地埋在雪底下 等脚丸坐山雕再取下山去 他微微一笑 有意思 那时我们拿着一虎一雕下山该多有趣 小分队同志不知能乐到个什么样子呢 想到这里 他一股份外的高兴涌上心头 顿时全身涌出了力气 他的两腿向上一举 向下猛一落 就是站了起来 打扫了一下粘在身上的雪粉 正要弯腰去拖虎 忽然在西北虎来的方向 传来了叽叽咕咕咕的说话声 杨子荣愣住了 最初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为是过度紧张后发声的耳鸣 可是这雨声越来越近 他便蹲下身子 顺速空向雨声窥望 发现在临身处有五个人向这里走来 他顿时心一翻 这一定是微虎山的匪徒了 他们是年虎而来呢 还是听到我的枪声而来呢 一阵激烈的思索 使他全身有些紧张 不管怎样 来了就得对付 他这样一冷静 发觉了自己由于紧张而紧握的双手 出了两把冷汗 他极力让紧张的肌肉松缓下来 内心对自己做了一个尖锐的批评 太不沉着 太胆小 这是一种畏惧的表现 这简直太危险 这种表现分明是向敌人招供 承认了自己不是胡彪 再愚蠢的敌人也会把你识破 快 快镇静下来 斗争瞬间就要开始了 我不是杨紫荣 我是胡彪 想着 他哼开了小曲 溜溜哒哒哒 缓步向马走去 提起了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他哼的是那样的像 完全像土匪的淫调 他对那五个人一瞧也不瞧 只当没看见 满不在乎的搅拌着麻草料 心想 我等着他 看他先来啥 蘑菇 溜哪路 什么架 五个人中的一个 发出一句莫名其妙的黑话 杨紫荣一听 心想 来得好顺当 他笑嘻嘻地回头一看 五个人惊瞪着十只眼 并列地站在离他二十不远的地方 杨紫荣直起身来 把右塞一摸 用食指按着鼻子尖 嘿 想啥来啥 想吃奶 就来了妈妈 想娘家的人 小孩他舅舅就来了 他流利地答了匪徒的第一句黑话 并做了回答时按鼻尖的手势 接着他走上前去 在离匪徒五不远的地方 失了一个土匪的坎子里道 仅三天 慢三天 怎么看不见天王山 五个匪徒一听杨紫荣的黑话 互相递了一下眼色 内中一个高个大麻子 扒的一声 把手捏了一个响道 野鸡闷头钻 哪能上天王山 土匪黑话 意为 什么人 到哪去 土匪黑话 意为 找同行 土匪黑话 意为 我走了九天 也没找到蛙 土匪黑话 意为 因为你不是正牌的 杨紫荣把大皮帽子一摘 在头上画了一个圈又戴上 他发完了这个暗号 右臂向前平伸道 地上有的是米 恩也有根底 拜见过眼门了 大麻子把眼一瞪 他房上没有瓦 飞否飞 否飞否 杨紫荣答 沈搭 沈搭 大麻子又道 杨紫荣两臂一摇 施出又一个暗号道 一座玲珑塔 面向清代 被靠杀 么哈 么哈 正赏五十说话 谁也没有家 五个匪徒怀疑的眼光 随着杨紫荣这套毫不外行的暗号 暗语消失了 他们微微一笑 钉向三十步开外的那只死老虎 然后大麻子向杨紫荣一笑道 老大好枪法 彼此彼此 老大不闲的话 兄弟奉送 五个匪徒一起狂笑的伸出大拇指头 够朋友 够朋友 说着行了个土匪礼 杨紫荣也还了礼 老大 你的心意 大麻子好像有点近乎的问道 土匪黑话 意为老子是正牌的 老牌的 土匪黑话 意为你从小拜谁为师 土匪黑话 意为不到正堂不能说 徒不言诗会 土匪黑话 意为谁引点你这里来 土匪黑话 意为是个道人 土匪黑话 意为以前独干嘛 土匪黑话 意为许大马往山上 杨紫荣面上略带一点凄凉的达道 徐旅长遭难 兄弟我也只有脱骨换胎 步步登高吧 那太好了 大麻子咧嘴一笑 老弟 门槛在眼前 咱给你挑门帘 多谢大哥引荐 彼此关照 咱家向来办事仗义 大麻子说着向杨紫荣拔眼一闭 杨紫荣已完全明白了大麻子闭眼的意思 心中一阵喜欢 这个匪徒给我进山的暗号了 想着 他从腰里掏出一条三寸宽二尺长的黑布 把黑布一甩道 朋友 稍等 杨紫荣把步枪和大肚匣子挂在马鞍环上 收起了马料袋 解开马缰绳 然后按着匪徒的山规 把那条黑布蒙在眼上扎好 背向着大麻子等五人道 好教的 方便 大麻子哈哈一笑道 错不了 朋友 说着他命令其余四人把虎抬在马背上 又用匕首削下一根树枝 一端递给杨紫荣握着 另一端大麻子自己握着 顺着五个匪徒的来路向正北而去 做山雕的大本营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木垒成的大木房 坐落在五福岭中央那个小山包的脚下 大木房的地板上 铺着几十张黑熊皮缝接的熊皮大地毯 七八盏大碗的野猪油灯 闪耀着黄眼的光亮 坐山雕坐在正中的一把粗糙的大椅子上 上面垫着一张虎皮 它那光秃秃的大脑袋 像个大球胆一样 反射着橡皮酒瓶子一样的亮光 一个尖尖的鹰嘴鼻子 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 下嘴巴续着一撮四寸多长的山羊胡子 穿一身宽宽大大的雕皮袄 它身后的墙上 挂着一幅大条山 条山上画着一个老鹰 镇桥着双翅 单腿独立 找下抓着那块封顶的巨石 也汹汹地俯视着山下 坐山雕的两旁 每边四个人 坐在八块大木墩上 那中有一个是大麻子 他坐在左手的第一位 这就是座山雕从当土匪以来 纠合的八大金刚 国民党威了他的旅长要之后 这八大金刚就成了他部下的旅参谋长 副官长 和各团的团长 团副 看这活匪徒的凶恶的气派 真相旧小说中所描绘的山大王 杨子荣被一个勘压他的小匪徒领进来后 去掉了眼上蒙的晋山照 他先按匪徒们的晋山礼向坐山雕行了大礼 然后又向他行了国民党的军礼 便从容地站在被审的位置上 看着坐山雕 等候着这个老匪的问话 坐山雕瞪着像猴子一样的一对圆溜溜小眼睛 撅着山羊胡子 直盯着杨子荣 八大金刚凶恶的眼睛和坐山雕一样紧逼着杨子荣 美人手里握着一把闪亮的匕首 寒光逼人 坐山雕三分钟一句话也没问 他是在施下马威 这是他在考察所有的人惯用的手法 对杨子荣的来历 当然他是不会潦草放过的 老匪的这意志也着实力很 这三分钟里 杨子荣像兽形一样难忍 可是他心里老是这样鼓励着自己 不要怕 别慌 镇静 这是匪徒的手法 忍不住就要露线 革命斗争没有太容易的是 大胆 大胆 相信自己没有一点破绽 不能先说话 那样 天王盖地狐 坐山雕突然发出一声粗沉的黑话 两只眼睛向杨子荣逼得更紧 八大金刚也是一样 连已经用黑话考察过他的大麻子 也瞪起凶恶的眼睛 这是匪徒中最机密的黑话 在匪徒的供词中不知多少次的核对过他 杨子荣一听这个老匪开口了 心里顿时轻松了一大半 可是马上又转为紧张 因为还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匪徒俘的供词完全可靠 这一句要是答错了 马上自己就会被毁灭 甚至连解释的余地也没有 杨子荣在坐山雕和八大金刚凶恶的虎视下 努力控制着内心的紧张 他从容的暗匪徒们回答这句黑话的规矩 把右衣巾一翻答道 宝塔阵合腰 杨子荣的黑话刚出口 内心一阵激烈的跳动 是对 还是错 脸红什么 坐山雕紧逼一句 这既是一句黑话 但在这个结果眼问这样一句 却有着很大的神经战的作用 精神焕发 杨子荣因为这个老匪问的这一句 虽然在匪徒黑话谱以内 可是此刻问他 是杨子荣觉得也不知是黑话 还是名话 因而内心愈加紧张 可是他的外表却硬是装着满不在乎的神器 怎么又黄了 坐山雕的眼威比钱更凶 防冷途的辣 杨子荣微笑而从容的摸了一下嘴巴 土匪黑话 意为你好大的胆 赶来弃你祖宗 土匪黑话 意为要是那样 叫我从山上摔死 掉河里淹死 好巴搭 天下大大了 坐山雕听到被神者流利而从容的回答 恩一声喘了一口气 向后一仰 靠在蚁圈上 脸朝上 眼瞅着屋顶 山羊胡子一蹶一蹶的像个兔尾巴 八大金刚的凶器 也缓和下来 接着这八大金刚一人一句 又轮流问了一些普通的黑话 杨子荣对达如流 没有一句难助他 他内心感谢着自己这几天的苦练 可是杨子荣从俘虏口中所学到的黑话 快要用完了 内心又是一阵焦急 心想 匪徒们为了考察他们的同类 到底有多少黑话呢 是不是还有自己没掌握到的呢 他积聚地担心着这一点 正在这时 座山雕突然从椅子上直起腰来 把手一挥 八大金刚立时停止了再问 他捋了两下山羊胡子 哼了哼鹰嘴鼻 把鼻尖歪了两歪 拉着长枪 傲慢地向杨子荣问道 这么说 你是徐旅长的人了 杨子荣一听黑话结束 心里就像泄了重担一样的轻松 神色更加从容 他点了点头答道 徐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你想怎么办呢 投奔三爷 好步步登高 山穷水尽 也有点尽见力 土匪黑话 意为内行 是把老手 土匪黑话 意为不吹牛 闯过大对头 杨子荣笑嘻嘻地 拖三爷的威风 一只老虎碰到我的枪口上 坐山雕格格地笑了一阵 八大金刚也狂笑了 许酒 还宫围着他们的魁首道 三爷 碰得真巧 六十大寿 有人献虎 坐山雕在狂喜中 使了个眼色 大麻子从身后咬了一大碗酒 递给杨子荣 杨子荣一看来了酒 内心完全轻松下来 这证明匪徒的进门坎子已经结束了 往下便可以随便些 他接过酒 朝空一举 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喝完后把满脸的胡子一摸 转身坐在一个木头墩子上 他决心把他准备的真正礼物再晚一点现 好让这些匪徒看中自己 于是他拿出了土匪的气派 装上一袋烟熄着 说开了他这个胡彪的来历 三爷 我胡彪这趟溜子可不容易 跟徐旅长多年 还没苦过这么一次 奶头山被共军打破以后 徐旅长和弟兄们都被囚起来了 只有几个人流了水 鸾副官没在山上 夫人和正三炮找猴砖员讨风去了 我在蜡烛台养马 只有咱们四个人没遭难 现在俺们四个都各奔各的咧 我老胡走了一个多月 才来这里 纳鸾副官哪里去了呢 坐山雕急急地打断了杨子荣的叙述 眼中放出一种贪婪的神色 杨子荣一眼就看透了这个老匪的心事 于是他故意爱的一声 叹了一口粗气 摇了摇头 别提了 怎么 你见到他没有 坐山雕有点焦急的样子 杨子荣吸了一口小烟袋 看是看见了 是在梨树沟他三舅家碰面的 可是这个人呢 真他妈的不够朋友 哼 那么刘维山和老鸾碰面没有 什么 杨子荣故意地问道 刘维山 刘维山 坐山雕好像是担心着什么 就是那个一搓毛 他的手向右塞上一笔画 杨子荣早明白了这个老匪的意思 便故意拉了拉架子摇了摇头 不认识 我也没看见什么一搓毛 嗯 坐山雕眉头一皱 若有所虑的那几闷来 梨树沟他三舅家 一搓毛一定也去呀 他自言自语地抽了一口冷气 把头一歪 杨子荣心想 叫你们这群老匪猜吧 你们这辈子也不用想再见一搓毛了 静了一些时刻 坐山雕又一身脖梗向杨子荣问道 那么老鸾他的心意怎么样呢 杨子荣见谈到了正题 故意拿拿架子 妈的 一言难尽 请再来一碗酒 咱慢慢谈 杨子荣本来就酒量很大 又加上坐山雕的酒 全是匪徒自造的野葡萄酒 度数很低 在部队时杨子荣是遵守军纪的模范 从未喝过酒 可是在这个阶骨眼上 他却要来他几大碗 在匪徒面前要表表他的气派 不能当个第三下四的罗罗 坐山雕为了探听出他长期找的那鸾匪的消息 盲令大麻子又咬了一碗 杨子荣接过来又是一饮而尽 试了试嘴 清了清嗓子道 老鸾真他妈的不仗义 我们俩一见面 他就三番五次的拉我直接去投猴专员 我想 他手里拿着徐旅长的仙遣图 我他妈的单枪匹马 到了那里我怎么能吃得开呀 别他妈的拉我给他当随从 老胡向来不舔别人的碗边 叫我喝他们的冷饭汤呀 我不干 又加上蝴蝶迷和正三炮在那里 我他妈更不去了 那些不仗义的家伙 眼里从来就看不起我老胡 说正当一点 他们是怕我老胡 各顶各哪个我也不怕他 我能跟这些小耗子去当差事吗 你说 三爷 所以我当时就向老鸾表白 我说老鸾呢 别到猴专员那儿去吧 蝴蝶迷和正三炮在那里 去了也没有咱哥俩的甜头 看看正三炮那小子只去报了个信 就升了团长 你去也白搭 咱们还是去威虎山头催三爷吧 你猜他怎说的 他说 算了吧老胡 你的主意全不对 你去孝敬那座山雕干啥 他手下有八大金刚 你去了还能给你个九大金刚 就是给你个第九位 他那个小山头也得听猴专员 谢司令调用 咱到猴专员那里当不上团长 也干他个中校参谋 说着他从腰里掏出了仙遣途 朝我眼前一摆 又说看看 老胡 咱有这个 杨子荣说到这里 故意点着烟 大抽了两口 用眼飘了一下做山雕 这个老匪已被杨子荣这套谎话 气得满脸清金 对他所希望的那份许大马棒的仙遣图 已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三爷 你说他去他就去呗 可是他妈还硬拉我 后来他看到实在拉不动了 他又向我耍手腕 又向我要驴掌那匹马 他说他走不动 妈的 他走不动我就走得动了 当然我不能给他 嘿 真他妈的小人 他又想了个办法 想用酒灌醉我 晚上骑马跑 妈的 我老胡是干啥的 我吃他们这一套挖 好 来吧 我就给他来了个将计就计 奶奶操的 你挖我 我还要挖你了 于是我就和他碰开了大碗 一连八大碗 我老胡还没怎地 这小子 他妈的就伸了腿 醉得人是不省 像他妈的一滩稀泥 我一想 一不做 二不休 得下手就下手 我就趁他大醉 穿上他的衣服 拿了仙遣徒 骑上我的快马 我就溜来了 好 好汉 老胡了不起 八大金刚和座山刁乐得一拍大腿 向杨子荣伸着大拇指头 杨子荣得意的一笑 掀开大衣巾 露出鸾匪化妆小炉匠时被捕的那件衣服 用匕首刺开衣巾脚 拿出了从一撮毛身上搜出的那张仙遣图 向座山雕一挥道 三爷 看看 在这里 咱老胡给您拿来了 座山雕和八大金刚一阵狂笑 走到杨子荣跟前 拍着杨子荣的肩膀 伸着大拇指头 老胡 真不含糊 好样的 有两下子 我崔某绝不能亏待你 说着这个老匪的首相应找抓兔子一样 拿去了仙遣图 摊在桌子上 看了又看 然后小心地放在他椅子底下的一个铁匣子里 然后拉着杨子荣的袖子 走到自己的座位旁边 让杨子荣坐下 嘴里叨叨地嘟噜着 好样的 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 杨子荣却拉出毫不以为然的神器道 三爷 小意思 算不了什么 这不过只是一点见面礼罢了 老胡 坐山雕府下脸笑嘻嘻的看着杨子荣 你知道 我崔某想这件东西不是一天半天了 你想想这部分力量要落到马西山他们手里 那么徐旅长这个地盘和人都被他抓去了 等国军来了 他成个大财东 我他妈成个穷光蛋 用什么本钱来讨风啊 所以徐旅长一遇难 我就赶快派一撮毛去找鸾副官 没成想这小子看不起我 妈的 有他的 如今老胡你把他拿来了 我在这宾随图家地区岂不坐上第一把胶椅了吗 哈哈 有功 有功 没啥 杨子荣睁着两只傲慢的眼睛 这不过是我老胡的第一手 小意思 今后您再看咱老胡吧 干个漂亮的给您看看 不是我老胡说大话 他立起身来 把粗大的拳头向桌上一摆 显得是那样的威武 凭咱这身武艺 打遍天下也不怕 好 坐山雕兴奋的一拍大腿 老胡 现在我封你唯唯虎山上的老九 以后咱的地盘一大 还可以独狭山头 谢三爷 别忙 坐山雕把兽一扬 因为我们是国君 总还得有个官衔 现在我为你卫兵随图家保安 第五旅上校团赋 说着这个老匪自己亲手咬了一碗酒 递给杨子荣 来 老九 祝贺你劳苦功夫 荣生上校团赋 祝贺胡团赋荣生 八大金刚一起喊道 杨子荣把胸膛一挺 两个绑一抖道 托三爷的福 借诸位的威 我胡标溃领 溃领 今后还祈求三爷提携 各位哥们捧场 说着接过酒来 又是一饮而尽 匪首们得了杨子荣所现的先遣途 超场嚷嚷 狂喜乱笑 谈论着他们的今后 杨子荣看着 内心涌出胜利的微笑 心中满意自己这第一场戏演的成功 他想 这些若回去告诉同志们 那该多么有趣可笑啊 特别是那个天真的小白哥 又要跃的跳舞了 等着吧 同志们 等着咱们胜利的会师 我会尽我的一切智慧 来完成党的委托 他忽然心一沉 好像沉重的任务 重压着他的心头 这不过是刚钻进匪潮 关键问题还不在这里 而是在未来 艰苦的斗争 刚刚才开始 我会尽不在这里